美債ETF的商品超级多 还有一些陆续准备要上市的 像是有一些长天期 中天期 短天期 甚至是有公债 公私债这些 还有投资等级债 非投资等级这些 哇 真的是白白种 到底该怎么调 好 那我们先讲一个简单一点的 如果你要投资的话 要投资短债好还是长债好 好 那我们先跟大家讲答案 如果你是属于非常保守型的 那就是买短债 那你说短债是多短 你可以是一年内的 你可以一到三年 这些台湾的债券ETF都有 那这边很简单 就是纯粹领利息 那你不太会有价差空间可以赚 但是你也不太会有价差空间可以亏 所以呢你这个 如果你往前算一年 虽然债券的殖利率不是往上往下 可是美国利率其实根本没有动 所以你就稳稳的赚 短天期公债给你的这个票息 是不是有点像定存 比定存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随时可以出场 哦 对 那定存就绑个一年绑个六个月 但是差一点在哪边 你买这个债券ETF 毕竟它是金融商品 那可是如果存定存的话 有存款保险 对不对 所以就真的出现什么危机 你存款保险会赔给你的钱 所以他们的风险等级率稍微有差 但还是定存的风险比较低 那可是债券短天期公债 美国短天期公债的ETF 是报酬会好一点点的 那如果你是说长天期 那长天期什么定义 很简单 10年期以上 那你说我买20年期 甚至买30年期 这些都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是买常债ETF的 然后请记得 我这边讲的都是公债 那当然你期待的就是赚假差 那好处是什么 因为目前利率也算高 如果你是最近几个月买的 那我相信都还有4%以上 那这个时候你当然是什么 你可以放长 但是你比较难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你比较难期待一两个月内 一两周之内有非常大的 假差空间出现 但是好处是什么 你利息是一定领得到的 然后你可以等等看 如果接下来没有这个 兼容危机 那只是和正常的缓降息 那你一样会有价差空间 但如果出现了是用危机 就短线上的很大的价差空间 那你这时候呢 你可以选一天获利了结 因为债券ETF好处就是什么 因为原本我们假设 原本一年要配给你4% 那可是你价差已经赚到20%了 等于5年的先配给你了 那你可不可以获利了结 然后在低点去买股票 可以啊 所以你的这个流动性比较好 那所以很简单 你要说你长债短债怎么挑 好那就是如果你看不懂经济前景 你就多买短债 那你觉得你稍微看得懂 那你就可以买长债买多一点 那你如果觉得 你很明确的知道金融海啸 危机要来了 那你就多买长债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那请记得我做的都是公债 那如果你说 那这个公债跟公司债怎么选 好那我跟大家讲 公司债有分很多嘛 大家也知道有所谓投资级 投资级有分等级 那又有非投资级 好那这个时候我也说 如果你是属于比较保守型的 那你就是买公债 那如果你是属于 我希望利率高一点 那我没有这么保守 那我希望又接下来有价差空间等等 那你可以买公司债 好那如果你对于债券市场不熟悉 那你就买高评级的公司债 很简单 最高评级的公司债就是三个A 或者最差最差也有一个A的 所谓高评级的公司债 那也有所谓的VVB级的 这个投资级债 那就是它是属于投资级债里面最低 那它也是 因为它是评级在投资级债里面最低嘛 所以它的给你的利息 给你的债息 会是投资级债里面最高 所以呢如果你觉得 接下来是属于经济平稳 不要有危机的情况下 那你可以买 买到VVB等级的投资级债 是可以的 所以基本上还是长天期的美国公司债 其实是比较适合 就是也相对安全 然后报酬率可能也会比较高 感觉CP值是比较高的 是